大家好我是肉依 我是靜香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Happy Halloween 那我們今天就是硬頸了下來畫了鬼妝給大家看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DIY做 南瓜燈 好 南瓜燈 所以我們要請出南瓜 木蘭去市場幫我買了 栗子南瓜 對栗子南瓜 看起來超漂亮的 可是我們今天要把它拿來做南瓜燈 沒錯 那我們就來教大家怎麼做南瓜燈吧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南瓜燈吧 那首先呢 就是要先準備一顆南瓜 好的 這裡 那我們要先就是畫上 先把南瓜畫上我們想要的臉的樣子 我畫完了 這個是 我的南瓜燈 展示一下我們畫的南瓜臉 那下一個步驟我們就是要來挖 挖開他們的眼睛跟嘴巴 讓他們是有個空洞 然後手提到的 宣傳 我最後拿給他 我展示一下 我先和他打一用 我成功 衝殺 那我覺得是有一個空洞 我看不見 就是照片嗎 大家要小心用刀喔 大家要小心用刀喔 這樣 我覺得這個聲音很安全 不要緊張 我掌握了訣竅 不要這麼害怕 割完了臉之後啊 下一個步驟就是 因為他的臉就刻得很表面的 就是把很表面的東西挑出來 所以我們要在後腦勺的地方畫一個洞 然後把那個洞這樣子鋸開來之後 再把裡面的紙全部挖出來 大家 我好害怕喔 大家 我好害怕喔 我也好害怕喔 大家 我們還是不要做難關好了 再來呢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後腦勺 它要深深的刻進去之後 因為它要一次把裡面的果肉都弄到 你看我這樣把它打開來之後 就是把它的紙還有這裡的紙全部都挖掉 這樣才可以等一下放就是蠟燭進去 大家 我把南瓜後面全部都挖空了 這個裡面等一下就可以放那個蠟燭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蓋上去 但前面我剛剛只有挖了表面 所以現在就是要把他的眼睛全部挖成 就是可以通到後面空空的地方 我把我的南瓜燈做好了 幫他撈去 這個是我的南瓜燈 挖得很乾淨 還有我還有我 是我的南瓜燈 可愛吧 嘴巴超大 超乾淨 超乾淨 我也很乾淨 髒亂的桌子 超噁 是全部都是南瓜籽 而且我還把一隻美工貓弄到報廢 傻眼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把那個蠟燭放進去 我們準備的是香氛蠟燭 很漂亮喔 然後再把它蓋起來 我也要 哇 還蠻成功的欸 我原來還想說不會成功 還蠻成功的對不對 很漂亮 我們有手工的才能 我們剛剛做的其實很混亂欸 就是超混亂 又東西又很多 我的南瓜燈 大成功 大成功 然後大家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就是 有 就是可以放的是 裡面可以放LED燈 不要放蠟燭 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安全 對 而且LED燈比較亮一點 YA 那我們南瓜燈就到這邊 結束啦 祝大家 萬聖節快樂 HAPPY HALLOWEEN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好我是肉依 今天我們主題是 HAPPY HALLOWEEN 等一下